首先,我们请天势力康平医疗中心总裁陈兴慧一声致辞 各位中心的嘉宾以及媒体界的朋友们 首先,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出席由天势力康平国际医疗集团 交通银行悉尼分行UPS 澳华中医协会以及澳洲宋星宁基金会 联合集办的澳洲首届中医药文化节的新闻发布会 感谢大家 在2012年的7月 澳洲政府正式将中医纳入EPRA 就是正式的立法了 这一位做澳洲由此成为第一个以立法方式 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 但是,自此以来呢,已经差不多三年了 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活动来纪念这个历史上的里程碑 所以,这就是我们承认中医药文化节的初衷之一 同时呢,我们天势力康平医疗集团呢 已经20岁了 所以呢,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呢 同时的举行20周年庆典 这个庆典呢,将在6月4号跟5月举行 康平,从1995年 从一个小小的诊所 到现在覆盖悉尼大部分地区 拥有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医疗集团的 有家庭医生 有专家门诊 有中医师 累计患者超过有20万亿人 被誉为悉尼最成功的医疗中心之一 这不仅是康平所有员工的努力的结果 还是各界人士 特别是我们华人社区的支持 是密不可分的 康平也将努力为社区和患者提供 更优秀的服务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文化节 能使更多人感受到中医的内力 为中医药在澳洲推广 提供更好的平台 接下来就因为 演讲者比较多 所以我再次感谢大家摆忙中 抽空出来参加这个仪式 谢谢 谢谢